大家熟悉啦,因為以後如果你要把你寫好的公式放到VBA變一件完成的話 基本規則就兩個啦,一個就是如果這個公式裡面有雙引號的話 要做什麼呢? 再加一個,變兩個雙引號 很幸運的這一題是沒有 所以如果沒有雙引號,那第一個規則就可以略過 第二個規則就是說 它的列號,比如說是第二列有沒有 那基本上你不是隨便看到2就給它改成I喔 而是什麼?應該是B2的位置有沒有 所以你只要看到B2這個2,就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I有沒有,就是這個I有沒有 那這個2改成I,應該知道意思吧 因為將來如果你往下的話 它的範圍全部都 這個範圍其他都一樣 會更改的就這兩個數字 所以如果會更改這兩個數字,你就把它改成I 這樣就完成,那你怎麼知道更改哪一些啊? 其實有個簡單的訣竅 你油標放這邊一下有沒有 再點下面一個 有沒有發現 你只要看到 它有變更的地方 就是你將來要把它改成I的地方 有沒有 這樣不就很好理解 好,那我們把這個公式複製之後 再貼到那個我們的 這個範圍 輸出到C欄這裡 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 我們再把它做修改 修改記得就是說 把2的地方 不能亂改這個 應該還記得吧 雙引號雙引號一到中間 ANDAND一到中間 再加一個I 那因為那個 AND前後呢 一定要空白 這樣就好了 那做完一個之後 另外一個 可以用複製的 B 2 所以這邊2 改一下貼上 這樣子完成 那這兩個步驟 你只要牢記 以後不管什麼 反正以後你要把你原來做的公式變一件完成 通通可以這樣做 絕對不會有問題的 好像也沒有第三個規則 這兩個規則記熟就好了 把它整理出來 今天是很簡單的 一件 如果把公式變一件完成 你只要把這個記熟啦 然後多做 只要有機會啦 反正就練習 練習 以後呢 你會發現 你很多 你的Excel的工作表上面就很多按鈕 以後你按下去就好了 做熟了之後 慢慢延伸 你會發現 其實很多事情就變簡單許多 速度也會變快 接下來的話 你就會發現 你有很多的時間 都會多出來 你會發現 奇怪 你的工作好像就變得 很輕鬆 愜意了 該下班的時候就可以很快的 準時就可以下班了 而且很多時候還可以發呆 不要被看到就好 或者是 像之前有同學學好之後 他多了很多時間 就開始 練習 上班的時候不斷練習 VVA 因為這樣 他 一年下來功力就大增了 然後呢 工作上面就變得越來越簡單 他這時候就想說 可以做很多的調整 也許他可以有更好的選項了 對不對 也是用成長啦 如果上班的時間也可以練功的話 這樣很好 老闆花錢 請你來練功 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嗎 那你又可以把你的功力提升起來 以後 很多這種需求工作 OK 做完之後的話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做完了 你可以test一下 清除 丟進去 有沒有 基本上呢 他改變的 其實就是這個 有沒有 2 3 4 只有這個 跟這個變動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如果你懂得活用 太多地方可以這樣做 試試看 把那個 剛剛的這個地方 再加上 兩個按鈕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兩個按鈕的程式 雲端上也都有 不過我建議就是 一定要 多練習 兩個規則而已 不會太多 這個地方只有一個規則 就是把 改成I 到 後面 親